香港修理风波持续超过六个月 在暴力示威的同时 许多香港市民自发举行了多场反暴力撑警察集会 其中一个西方面孔经常在现场出现 他手持爱香港护和平标语 备受市民关注 他就是出生于意大利 成长于香港的中国 共云瑞士的居港瑞士人安德龙 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安德龙 在香港从事商业贸易工作达二十多年 近几个月的暴力冲突影响到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当看到有内地记者在香港机场被暴徒殴打 市民晚上出门担心会遇到暴力 朋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观点受影响的情况 安德龙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在网上参加爱国爱港论坛 加入到反暴力集会中 他希望他的发声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促使那些在香港政治冷感的外国人 也逐渐参与到反对暴力 支持警察的活动中来 他认为这不只是政治问题 更是关系到人性 如果有人无端被打 无论怎样都要适应援手 我们就开始一些人谈 我们是一起出去谈 然后我觉得以后会有很多活动 那我第一次参加来 我是只有我 第二次有三个 但是以后十个 一百个几百个 有一个希望 我估计后面有可能会有个新的趋势 那就外国人会越来越多 就开始说话 因为我们是亲自看在香港 我们亲自看 他们是不是示威者 他们是暴徒 他们是恐怖分子 用暴力追求民主是不对的 安德龙现在每天出门 只要看到警察 都会说声谢谢警察 他愿意从自己做起 树立榜样 香港警察看到一个外国人 给他们竖大拇指 受到很大鼓舞 多次参与撑警活动后 在场格外显眼的安德龙 遭受到了示威者的攻击 和人肉起敌 有人给他发过恐吓邮件 骂他是纳粹 他对此哭笑不得 他深刻的了解 法西斯是不同意别人的看法 就示意暴力 那些在街上袭击市民的暴徒 才是法西斯 安德龙坦言 现在外国人在香港支持警察 是很不容易的 他不怕被打 要给孩子做出表率 挺身而出支持正确的事情 他最怕的是 应该说话的时候没有说话 怕后悔自己没有开口 现在一个外国人在香港支持 中国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一个是有外国人 他的外国朋友 只是给他们压力 对吗 哎呀 我要付给大家 我会失去一些朋友 一个是经济方面 那这个说不定会影响我的 我的生意吗 或是我的工作 我在这里25年 这个我敢自己在镜子 镜子里看 如果我现在没有开口 我怎么看自己啊 能看自己啊 我 我怎么呢 有可能会有一件 我可以跟我的孩子 跟他说 我那个说 就是开口了 对吧 人生经历丰富的安德龙 曾担任过瑞士某城市议员 对政治界颇有了解 他游历全球 曾赴台湾上海求学深造 他深感中国安定的环境 得来不易 社会环境和谐 民众享有人权和自由 他也亲身经历几年前 有美国在背后测动的 委内瑞拉反政府示威 他认为香港现在被美国 用作牵制中国的一颗棋子 我也是在 也是在维内瑞拉守护过的 我在维内瑞拉 我是亲自体验了 这个美国的干涉 我体验了一个社会 就特别乱的 然后也是一样的 维内瑞拉是 媒体是被西方支持 被美国控制的 这是特别明显 是一个颜色革命 因为我看到了西里亚 他们是怎么做 乌克兰是怎么做的 安德龙觉得香港长期发展 还是乐观的 相信特区政府 可以止暴之乱 他表示 香港发展过程中 不可能不经历挫折 经历过风雨 才能成长 他指出 也许要付出代价 香港社会 才能意识到问题 要付一个代价 经济衰退了 两三年 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发现 一个是被利用的 然后得不偿失 然后他们会发现 那叫什么 权重在福不知福 对吗 那个叫权在福中 不知福 对吗 他们不知道 香港已经这个社会 已经特别特别好 有多少自由 你知道就是这个自由 香港的自由 就是在全世界 有时候是排名第一 第二第三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